秀琳 我覺得這件事 大概簡單有幾個原因 我再來看 第一個 韓國瑜底下傳錯訊息 他的研考會主委李明義 韓國瑜是過度敏感 然後政治界的好朋友們 是添油加醋 敲邊鼓 我覺得這個 像剛才 我現在舉例 我現在講說 就以陳菊 所以他有發了一個臉書 這是在這些事情發生前 他就在講這個 捷運鋼商路足延伸段 這一個他的感慨 他就講 他說 這一個路線是從民國90年 從民國90年 向中央提出計劃 那一等就是17年 這叫好事多謀 因為這個案子272億 這麼大的金額非同小可 本來高雄市政府很慎重的提出 中央也要更慎重的來規劃 因為全國的資源有限 當然包括這個路線 包括他通過要哪一些站 怎麼樣做哪一些站體 是要用聯合開發 還是徵收獨立等等 他的經濟效益的評估 以後自己他能夠維持率是怎麼樣 這些都要中央一起來審核 國民黨執政時 這個計劃被退了27次 大家冷靜看 當時陳菊當市長的時候 國民黨執政的中央退了27次 你說18年退了27次 那一年退一次而已 我的意思 不是 他是說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光國民黨那8年退了27次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種例行性的 我們地方政府的捷運單位 把這個計劃送中央 來來會 退個幾十次 那是四個字 稀鬆平常 這不是什麼 你像說委員會的發這個文 說那個會議先取消 因為你新上任的市長 他基本的尊重 我們認為看 你有沒有什麼要變更的 你高雄市政府有馬上回文 這個很好 兩個禮拜回文 這個很好 可是你回文過去 剛好一月 行政院隔魁部長都在交接 所以這種例行性的 委員會議的取消 重新來再另外 批一個時間委員會議 這沒什麼 這個是例行性的 過去 連退都不退 過去民進黨當市長 被中央退了27次 請問 這個也包括陳水扁執政 請問 他這個講很多次 他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就是 沒有啦 你看這個文碼 你怎麼可以凹 王偉瓷看清楚 我給大家看 民國90年就開始的 請問陳水扁執政 那他算 不是 他陳菊算了 就國民黨那8年 因為陳菊他擔任市長 馬英九擔任總統的時候 那8年 那8年國民黨中央執政 退了27次 所以王偉瓷 王偉瓷你是說現在 韓國瑜當市長 民進黨準備退他27次嗎 可曾抱怨過半句話 可曾開直播埋怨這個事 那時候沒有直播 我的意思 我請問 我請問王偉瓷 對 事件是進度的問題 那你讓我講好不好 你說這個行政效率差 不 王偉瓷你剛剛說 政治太叫做行政效率差 我請問 國民黨中央執政那8年 退了高雄同樣這個案子 岡山路竹線也說 退了27次 我可以回答 這是不是行政效率差 剛剛其實王偉瓷講到一個重點 一個重大的交通建設案 一定前面要非常審慎的評估 對不對 為什麼從民國90年 一直到現在 長達18年的時間 前面大家別忘了 從民國90年 這個中間是陳水扁在執政的時期 然後加上馬英九執政的時期 18年是要加上他們兩個的任期 加上現在蔡英文才有18年 為什麼是這麼冗藏這個評估 因為它是一個重大的交通建設案 所以前面你不能說都是退回 前面都是評估期 因為前面反反覆覆的評估 都有一些你剛剛講的 技術上面你到底要怎麼做 一些要很審慎的東西 今天的階段是不一樣的 前面是在評估期 這個反反覆覆非常正常 現在是前瞻計畫 大家都知道 在民進黨主導底下 已經確定要做的 而且他們說都已經評估完成了 這是一個已經核定的計畫 所以它的起程是不一樣 你不要把兩件事情混為一談 但後面這邊就是要執行的東西 沒有改變的這件事情 除非你承認今天民進黨黨中央的評估 交通部的評估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才需要在後端的時候 再來一次反反覆覆的評估 要不然現在不是評估期了 現在已經進入到 經費都合撥要執行的階段 前面包括陳水扁執政時期 馬英九執政時期 這條路線從來沒有通過過 這是事實 是民進黨上任之後 現在通過 通過就要執行 哪有韓市長上任的道理 你們陳其邁上任就可以執行 韓國瑜上任就不執行嗎 沒有這回事 沒有 秀琳 我只再強調一次 郁明委員剛剛都問 我就質疑這一點就好 過去國民黨中央執政那8年 被退了27次 民進黨執政的高雄市長陳菊 可曾埋怨過半句 可曾說這個叫做行政效率不佳 我們有這麼說嗎 現在重點不是行政效率 佳不佳的問題 剛剛黃委員說行政效率不佳 他說這一次 這個我黏黏一來一回 他說行政效率不佳 我們如果按照我們中華民國的 這個行政公文 就是公文的一個作業流程 機關內部的公文 會文 最數件是一天 數件13天 普通件16天 如果說是很大 要跨部會的 或是很大的案子要專案列的 30天以上 要立一個專案來做 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的公文的成績 也有一個實現 你上級機關還是要給下級機關 你同意或是不同意 或是緩判 或是有什麼意見 你上級機關總是要給下級機關 表達你的看法 公文我收到了 我有什麼看法 我告訴你 好 這個是一個 我們一直在強調 我們要講的是公文的作業時效 我記得當蔡總統啟用蘇貞昌回鍋 回鍋啟用蘇貞昌的時候 他說因為你有經驗 有破例 有執行力 所以我請你來擔任行政院院長 來推動改革 很明顯的蘇貞昌上任以後到現在 這個案子已經30幾天了 他沒有處理 也沒有回文給高雄市 說我做還是不做 因為人家已經告訴你說 請按原定計畫做 30幾天不處理 這個有沒有氣魄 有沒有經驗 有沒有執行力 很明顯的 他辜負了蔡總統對他的期望 這個是下級辜負了上級 對於他的期望 其實不應該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蘇貞昌蘇院長上台的時候他說 因為他接任硬性的時候 他當天他發表演說 他就說 他說我們要捲起袖子 撩下去 就是要執行力 要衝 衝 衝 一個案子隔了30幾天 沒有給地方政府任何回應 也不推動 也不編立預算 也不開始執行 這個是捲起袖子撩下去嗎 是讓高雄市民有感嗎 我想高雄市民一點感覺都沒有 你不是剛剛上台的時候 你告訴我們 你要捲起袖子 要撩下去 要衝 衝 衝 可是高雄市民等了半天 奇怪我們的捷運案到底在哪裡 等不到 等不到 連坑都不坑一聲 韓國瑜實在是受不了了 只好告訴你說 怎麼這個案子卡那麼久 然後蘇貞昌說 我都沒有知道 我要問第二個問題了 第一個問題我們要問的是 有沒有羈押公文 33天 總共55天羈押公文了 這個是我想全世界都放置四海皆準 55天應該就是嚴重的羈押公文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要問的 第二個問題來了 這個是蘇貞昌 你必須要跟我們回答的 或是賴清德要跟我們回答的 賴清德在卸任的時候 對於未辦 代辦的重要的公文 尤其是地方政府從上來的 重要的公文 你有沒有列入院長的遺交 你有沒有列入遺交 所以如果你有列入遺交 蘇院長 你有沒有接到遺交的這個公文 然後你遺交你知道還是不知道 如果賴院長沒有遺交 我覺得這個要糾正 他的行政責任 如果賴院長有遺交 而你蘇貞昌有接交道 但是你蘇貞昌 對於應辦 代辦 未辦的事情 你完全沒有辦 那責任是在賴清德 還在責任在蘇貞昌 沒錯 想必這一場直播 如果可以帶來最大的好處 大概就是這樣推 Push這個行政院有神進度 這幾天我就有一個討論很有趣 就是很多人覺得說 高雄市長向中央喊話 有的人覺得好像很突兀 但是我倒是想問問 這些民進黨的朋友 過去馬政府時期 民進黨的縣市首長 跟中央喊話的情況有少過嗎 各位可以好好想一想 更不要提有時候這個高雄 出包八個字名言 重北 清南 中央八成 這是南部高雄最喜歡用推託之詞 就是當時的高雄市政府最愛用 明明欠最多錢補助拿最多 但是最喜歡講中央八成 所以地方縣市首長 向中央喊話怎麼了嗎 你不能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 這幾個出來回應的人當中 我覺得陳其邁算是比較可取的 因為他雖然還是站在中央的立場 但起碼他話說得比較好好說 他說這個和李四川副市長已經溝通過了 也確定沒有要重寫 最後甚至還畫風一轉開一點玩笑說 這個韓市長怎麼沒有揪他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認真去看 韓市長直播裡面 其實不是痛批 也不是痛斥 相對來講比較像是一種軟性的訴苦 所以陳其邁用一種比較有建設性的 就事論事的態度去回應 我覺得是比較對大家有幫助的 蘇院長這個整個人氣呼呼的 其實我真的不太知道在氣什麼 縱使韓市長在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關於時間點的細節有一些出入 但是他講的內容並沒有問題 包括他講的這些東西 剛剛大家看到都是有公文的 內容是有所本的 其實蘇院長的高度 應該要去就他講的事情 內容去回應 而不是針對時間細節的出入去強化 應該召集自己的團隊 問題釐清 到底是誰出了問題 是 就算你點出了時間點的出入 但是並不會影響到這個事情 確實是發生過的 剛剛這個公文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招工部是12月7號發的文 那時候的高雄市長 還是前朝的許立民 就是代理市長 當時韓國瑜 雖然已經當選了市長 但是還沒有上任 12月12號這個捷運系統 土地開發的這個會議 因此取消 大家都知道現在已經2月了 可是還沒有收到 要重新開會的通知 你說他急不急 所以最有趣的就是 中央政府為什麼要趁著 新的市府團隊 還沒有上任的時候 把這個球丟給舊市府 舊市府團隊又好像假裝漏街 又或者不表示異議 招工部就繼續把這個案子擱著了 這一點是很不可取的 雖然講現在又出來的說法是說 他尊重新的市府團隊 如果你真的尊重他 為什麼不等到12月25號 他上任之後再發公文 而是要把這個公文發給前朝 這個大家會比較大的問號 你沒有辦法解釋 當然這幾天最有趣的就是 不斷的一直在講說 他直播的地點 一般人喝酒開車 會變成全民公敵 這個是我們總統府發言人 黃崇燕先生他寫的 沒有錯 但是民進黨的朋友 如果喝酒開了車 還可以變成議員 可以變成立法委員 還可以變成行政院的發言人 所以有民進黨的黨政 真的會很不一樣 大家可以想想看 這個韓市長這幾天酒館直播 就被說喝了酒之後 沒有公信力 可是民進黨的人喝酒 而且還開車 但是現在還天天在幫行政院 上場說話 就有公信力了 真的非常的這個 看不起高雄 看不起韓國瑜 之前白冰冰當代言人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這個跟主公說 沒有質感 毀了高雄的美學 現在總統府發言人又來說 韓國瑜叫做喝醉的土包子 所以在他們眼裡 跟韓國瑜有關的事情 不是沒有質感 就是土包子嗎 這樣子的一個 對立的造成 難道是他們認為 會衝高網路聲量的方法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很多 觀眾朋友跟我一樣 就是每次看蔡英文的臉書 她的文章 我都要看好幾遍才看得懂 因為裡面很多空洞 空泛的字 一不小心看一看就會走神 也許在總統府他們的心中 就是要寫這麼空靈 空泛不食人間煙火的文章 才叫做有質感 但是我想那一套 已經比較是過去式了 現在大家想的是硬道理 接地氣大家聽得懂的庶民語言 我覺得是比較能夠打動大家了 這個寒流刮起之後 招集的人當然 剛剛前面很多人都討論到 柯文哲當然是很急 在2014年柯文哲剛當選的時候 我是跑市政府的記者 那個時候印象很深刻 不只柯文哲本人 柯爸 柯媽 柯太太 都是大家採訪的對象 一到五的時候 追著柯文哲到市政府 六到日不上班 就坐在他家樓下等他出門 不誇張的柯家對面的鄰居家 種了什麼花 我到現在大概都還有印象 因為每天就坐在人家 樓下的花盆旁邊 等著我們柯市長出門 他的這個高曝光量 除了他的個人魅力之外 當然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媒體重鎮在台北 所以其實台北的政治人物 要得到媒體版面的機會 會比其他外線式的政治人物 來得容易很多 你說柯文哲了不了解這個道理 他當然知道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在網路上或是媒體上面 看起來柯文哲跟韓國瑜的新聞量 好像相當 可是其實背後漏掉了一個細節 就是高雄是南部地方中心 記者的配置人數 是比台北來得少很多 所以換句話說 作為南部的政治人物 要上新聞版面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除了他本人自己耿構足之外 上了版面之後擴散力就強 所以對政治人物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宣傳工具 這些道理柯文哲一定知道 所以他了解到 韓國瑜本人的動能 可能跟他不相上下 甚至超越他 所以才有辦法反映在媒體版面上面 兩個人看起來是不相上下 但是如果從科學上的數字來看 除了Google Trend之外 臉書有一個專門在分析排名的 叫做專業儀表版 柯文哲最近的排名是節節下滑的 大家如果仔細看 2018年柯文哲當時是絕對的領先者 他每個禮拜討論人數的平均值 還有中位數跟最大值都是第一名 可是韓國瑜雖然是去年下半年 才刮起韓流 所以去年的總排名他是第七名 但是來到今年的時候 已經跟柯文哲伯仲之間 甚至上個禮拜 韓國瑜的聲量已經贏過柯文哲 這些柯文哲最喜歡看大數據的 我相信他都知道 為什麼說他開始只能靠 罵人來博得版面 我覺得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反映在網路動能上面 聲量 網上攀升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實體世界的意義 就是他在號召綠營內部 其他不滿新潮流的人來歸隊 我相信經過台北市長這一戰之後 他已經理解到 作為一個白色力量參選人 左打藍 右打綠 這樣的選舉太辛苦了 選到最後2018只贏3000多票 所以與其如此 他不如告訴大家 我跟你們民進黨其實沒有仇 新潮流除外 所以除了新潮流其他的 包括政國會 蘇系 謝系 其他對新潮流有意見的人 其實都可以加入我 我們都還有得談 接下來也許還有合作的可能